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玩塔罗 那我们今天要来占卜的题目是呢 某个人是不是真心喜欢你 那当然这个题目呢 你可以是 比如说你刚刚认识某一个人的时候 你去就是 他跟你说他很喜欢你的时候 你觉得还不是很确定 好,那这个是一个可以来做占卜的一个状况 另外当然就是 如果你一种交往的对象 或者是某个人可能追你追很久 他就是跟你说他喜欢你之类的 那我们今天就是 不管你的对象跟你是什么情况 你如果想要知道他是不是真心喜欢你 是不是只有嘴巴上说说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占卜这个题目哦 好的,那我们看到四种代表的宝石 第一种呢 就选项代表的宝石上 第一种是白水晶 好 那第二种呢 是天河石 好的 那第三种呢 是黑钥匙 最后一种呢 是紫水晶 好的 那现在请你闭上你的眼睛 深呼吸三次 把心情平静下来哦 好了之后呢 请你想着自己 想着某个跟你说他喜欢你的这个人 然后想着我们今天的问题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的呢 想好了之后 请你睁开你的眼睛 直觉地从这四种宝石当中选择一种 选好了之后呢 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 选好了吗 选好了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占卜咯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一号白水晶的朋友们 让我们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 逃卜牌 逃卜牌这种阿拉伯数字10号 就是小阿尔克那里面的 10号的牌只有4张 那我们就抽出了3张来 所以 嗯 这个对象对你其实 还蛮有想法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人刚认识你的时候呢 其实 一部分来说了 我觉得感情这件事情上面 它是有一个想要成家的想法 就是他想要结婚 或者是一部分就是说 家里面的人其实也希望他能够赶快成家立业之类的 就是 也不能有到逼迫他结婚 但是他就是觉得说 他应该要找一个可以跟他结婚的对象 所以他看到你的时候 他基本上的感觉就是 你是一个可以跟他在一起结婚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选择 就是 他会开始去跟你接近 一部分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坦白说 他一开始面对你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办法跟你讲太多 他内心的话 因为我们除了看到 钱币石之外 我们还看到了 圣杯六的逆微 跟宝剑三的逆微 这两张牌其实往往 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说 你心里想的这个对象 其实他刚刚才走出了某一段感情的阴影 或者是感情的伤痛 那这个伤痛当然是看每个人情况 有些人可能很久了 但他还是很伤痛 那有些人可能是刚分手完 等等的 但每个人情况就是不一样 不过你想的这个人里面 你想的这个 就是你问的这个人 他基本上是处在一个走出伤痛的状态 但是他还在思考 就是说 好 第一你是适合他的对象 可是他还不知道 就是 该怎么去跟你表达他的感情 所以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对你就是有一种 好像有一个距离 但是你又会觉得 他对你是有兴趣的 所以他一开始就 我个人觉得对他来说 他并不是处在一个相当积极的状态 可是他对你是有兴趣的 没有错 那我觉得现在 你在问的这个 就是他呢 其实对于你呢 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他的行动 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 有让 会让人觉得有一点暧昧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 钱必把逆位 跟钱必留的正位 这两张牌 其实都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他其实怕付出太多 所以他不敢太努力 可是他又觉得 如果不多一点付出 不多一点互动 其实他根本就不太清楚 你到底 就如果跟你之间 没有太多的互动 他也不太清楚 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认识 其实很多时候 是必须靠着 更多的一个互动 才会互相了解 所以他其实有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有时候行动 是 是比较多的 可是有时候突然 好像突然变得很少 所以你就会觉得 很奇怪 那到底对我是 有兴趣还是没有兴趣 怎么好像很暧昧 那我们看到星星牌 现在的他 其实心里面 对你是抱持着一个希望 就是说 他自己会觉得 这段感情是有机会的 然后他是喜欢你的 没有错 我觉得他是真心的 因为一部分 我们这边看到一点是 圣杯国王 其实也出现在这边 这代表就是 他对于爱情 对于你 其实他是处在一个 满满的 喜欢你的一个状态 可是我们星星牌 这边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不敢把很多事情 太过放大 不敢太过放大的一个最大原因 就是因为 他其实会害怕 他曾经遇过的某一些事情 所以他其实对感情这件事情 他自己本身对爱情 他其实并没有抱太大一个希望 他有时候常常其实是会觉得说 我们就把所有事情 想到一个最糟糕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这边会看到 这张牌是保健室 他其实常常会把很多事情 就是想到一个最糟糕的状况 就是说 先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 像是就是说 他会觉得说 也许你可能突然哪一天 就会离他而去 所以这段感情 可能就会突然消失 所以他一直不断的 给自己一个这种心理准备 可是坦白说 我们这边看到了圣杯石 圣杯石代表的是 他非常的想要 就是跟你好好的在一起 就是想要跟你 长长久久啊 结婚啊 等等之类的 他其实真的是觉得 感情这件事情 他很想跟你 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可是他自己 就是会自己吓自己 会觉得说 他觉得认识的 认识你还不够深入 然后或者是就算他 好也许他之前那一段感情 就是他觉得他认识 对方也很深入很够了 很久了 可是对方突然就走掉了 等等之类的 他很怕这种事情 又会突然发生 所以对他来说 就现在的状态 你要问我说 他喜不喜欢你 他是真心喜欢你的吗 我会告诉你 他是真心 可是他自己很害怕 一件事情就是 这段感情会突然消失 所以他的行动 就会变得 一下子多 一下子少 一下子往前 一下子会退后 所以会让你觉得 我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 好那我们来看未来 未来呢 他是不是会 持续的保持一个 对你的真心 跟对你的喜欢呢 我们这边看到 宝剑寺的逆位 我们这边看到 圣杯皇后的逆位 还有看到女皇牌 简单来说一件事情 我们先看前两张小牌 最两张 这个小阿尔克那牌 宝剑寺的逆位 跟圣杯皇后的逆位 其实讲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讯息 这个讯息就是 其实他 对你的态度会越明确 然后会想要跟你确认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然后他其实还蛮想要跟你 就是一路走到 就是开花结果 可是他很怕你的 他很怕你会突然不喜欢他 所以我们看到 圣杯皇后出现在这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的的是心潮重的 然后情绪奇奇多多 还蛮多的 他就是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真 应该这么说好了 他就是因为真的很喜欢你 所以他还很怕被你甩掉 很怕被你 很怕被你丢掉 他就 真的是喜欢你啦 好 怎么看到女皇牌 他会觉得 其实他觉得 你就是他心中的男神女神 他就觉得你是一个 可以跟他好好结婚在一起的对象 所以女皇牌 它是代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他很希望 找到一个幸福美满的未来 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得失心潮 这种安全感不足 所以他很怕你会突然的 离他而去 所以如果你态度有一点点 没有像之前这么 正面的时候 他就会整个人很低落 很心情 心情很失落 然后就会 比如说 就一个人躲起来的疗伤之类的 所以就会觉得 Oh my God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牌组上面来说 这个讯息就是很清楚 就是他就是太喜欢你了 就是太爱你了啦 所以你问我 他是不是真心的 我觉得他是 但你要给他多一点安全感啦 他的安全感 必须是要靠你去 帮他建立起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上面 我觉得你需要 给他多一点安全感 如果你真的也很喜欢他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对象 好 接下来我们要爱的 序与占卜卡 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 我们这边看到真爱 就是一份千载难逢的爱 这还需要什么解释吗 这个宇宙都告诉你 这个就是真爱 你就不用想那一动 他就是真爱 没有错 我看到这张牌 这是令人开心 好 那聚焦于爱 从你生命当中 遇到的每一个人身上 去发掘他们正向美好的特质 其实这边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也许你看不透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一部分来说 他其实是很害怕 就是我刚才说 他很害怕被你甩掉 所以他有时候他的行为就会 你有时候会觉得他玻璃心 可是他没有那么易碎 主要是因为你的某一些话 让他可能比较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就会退缩 那你要多去看他正面积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 在那些行动当中 他其实是把他对你的爱都展现出来的 说出带有爱的语言 爱的话语 拥有强大的力量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包括你自己 那这边说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你需要去多说一些爱的语言 我觉得对方会 这么没有安全感的原因 有时候也是因为 你给他的态度可能也不是太明确 那就会让他觉得说 一个心好像就掉在那边 悬在那边 就不确定 所以他才会在这边静静退退 有时候畏畏锁锁 有时候又跑得很快 所以如果你希望就是 更清楚的去了解到 他是不是真心爱 其实有时候你 更直接一点 讲出一些带有爱的语言的时候 你会让他安心 然后他也会更清楚的表现出来 他对你的爱有多强烈 好 最后是选择到一号白水晶的朋友们 你们所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二号天河时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 那这十二张牌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心里想到这个对象呢 他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他到底对你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我们这边看到的一张牌 是宝剑一的逆位 然后 这张牌是 魔术师的逆位 然后这边还有一张 是宝剑六的逆位 好的 那这三张牌 其实代表的一个意义 就是说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 刚认识你的时候 他其实是对你是 好像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但这种一见钟情 就是一个冲动 我们这边看到 宝剑一的逆位 还有这个宝剑六的逆位 其实都代表着一个 他心里面的一些情绪上 是非常的高昂的 而且其实有一点 让他失去理智 所以他一开始 是真的对你很有感觉 很有想法 就是有一点冲动 可是呢 我们看到魔术师的逆位 这三张牌的讯息 就变成是说 他现在一开始 对你有很强烈的冲动 可是他实在是 不是一个很懂得 怎么做恋爱操作的人 他就 可能恋爱方面 也没什么太大经验吧 或者是说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追你 或者是说 反正他认识你的时候 他就是 会想办法跟你接近 但是他又不知道 用什么方法跟你接近 会比较好 所以你就会觉得 他有一种 KK的感觉 就是卡卡的 好像也不是这么的 你也不会觉得 说他不是真心的 你会觉得他充满了热气 但是你又 会觉得说 哪里好像不太对 他好像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又好像卡卡的 好像 又不是很真心的感觉 那单纯只是因为 他其实也不知道 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我觉得他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恋爱经验的一个人 好的 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他 我觉得现在的他对你是处在有一种 还是处在一个有点矛盾的状态 什么叫做矛盾 我们这边看到第一张牌叫做是 愚者牌的逆位 还有宝剑皇后的逆位 跟这张牌叫做 钱必死的逆位 这三张牌有一个讯息很清楚 就是他很努力的想要做 他觉得 比如说在感情上面 我就是总是大家都生活上都会学到说 我怎么样去跟一个人拉近距离啊 他就会想办法跟你 就是比如说多一点互动 多一点往来 然后我觉得他是很努力在思考这件事情 他很怕自己做错事情会让你生气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愚者牌的逆位 可是坦白说他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好啦 所以宝剑皇后逆位 就是他总是会在一个关键时刻的时候表现错误 或者是他总是会说错话 会让你觉得 你怎么会这样讲话呢 可是你以后会觉得 他不是故意 有时候传统上面来说 我会说这种人就是笨 就是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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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在感情上的情绪之上比较差一点 就没有什么经验啦 有时候单纯 好 我们讲到单纯好 不要说人家笨 说人家笨其实真的不太好 就是单纯 就是他不太懂啦 没什么经验 所以对他来说 我觉得这是 他已经很努力的去 开放他自己去做他能够做的事情 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的 从这个观点上面来看 我觉得他对你是真心的 那有时候他自己会觉得说 他自己做错事的时候 所谓的做错事 不是说他真的做错了 对不起你的事 而是他自己 比如说说了哪一些 说了某一些话 或做了某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心里会发现 哎呀我不该做这件事情 但是他是属于做了之后 才会想到说 我这边好像做错了 这样子是不是会让你不太开心 那我好像弄巧成拙了 他自己是会有这种感觉的 所以我们这边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星星牌 星星牌的逆味 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他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 啊我做错事情了 或者是我讲错话了 这样子是不是又没希望了 那没希望了之后 我是不是应该撤退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前逼时的逆味 他自己就会很害怕 就是那我这样 就好像没有办法 跟你很稳定的发展下去 那你到底会不会喜欢我 他其实心里也满满的问号 因为他就觉得 他自己都觉得说 我怎么这么笨 做这么 做这么蠢的事情 有时候他自己并没有 他是有很强烈的一个自行能力的人 就是说他自己会知道说 啊我这样做不对 或者是说他做了某一些事情 讲了某一些话 在面对你的时候 然后发现气氛不太对 或者是说你的脸色不对的时候 他就完蛋了 是有时候呢 他就会用一种很 也不能说人家无聊当有趣啦 但是他就是很尴尬的会做某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保健侍卫 他就会比如说开个玩笑啊 想要带过去 但是有时候事情只会被他越搞越复杂 或者是越搞越场面越尴尬 所以他其实 他其实真的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就是说他很努力的想要去扮演一个 让你知道他很喜欢他的一个角色 就是他很努力去扮演一个 喜欢你的人的这个角色 然后他很努力的想要去让你知道 他是喜欢你的 但是他那某一些做法就会让你觉得 为什么你会做这种事情 你不觉得你做这种事情就是反效果吗 那当然他是知道的 他后面也有慢慢去改 可是他就是很尴尬 没有办法去弥补前面他做错这些事情 好啦那我觉得他是有在成长的 可是有时候我真的必须说 他这个人他相对来说真的比较幼稚一点 好我们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这个圣杯侍卫 我觉得他终于在未来可以 很清楚让你知道他对你就是那种 我真的很喜欢你 然后他会让你知道 而且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前面国王跟这个圣杯侍卫的组合 这边其实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就会很天真很可爱的让你知道他很喜欢你 然后会很热情 我觉得你会慢慢的更清楚 就是说他喜欢你这件事情 可能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就是单纯的就是如同我们一开始说的 他保持一个热情 保持一个情绪保持一个对你的喜欢 有些人会觉得说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对他这样子的人来说 他觉得他就是很想跟你在一起 就是照着他的直觉走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圣杯寺的另一位 这三张牌合在一起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说我觉得他是真心喜欢你的 那他有可能是年纪比较小一点 或者是他心智年龄相对比较小一点 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法分得很清楚 就是说我们也许年纪比较大的人 我们会觉得我们会知道什么是喜欢 什么是爱 可是他就觉得我也不需要去想这么多啦 反正我喜欢你 我就是想要跟你接近 我就是想尽办法 想要让你知道我喜欢你 然后我希望我们开开心心的这样下去 那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其实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啦 但我可以说的是 他就是没有 他不是个复杂的人 但是他就是会让你很清楚的知道 他对你是有着满满的喜欢的 有点像是谈那种很初恋那种感觉 或是poppy love 就是很像小朋友在谈恋爱那种感觉 所以我会说 通常如果他年纪到了一个程度 还是这样子的话 代表就是他的心智年龄 就是感情智商这一块 可能相对比较年轻一点 这也是好事啊 跟这种人在一起 或者是说至少被他追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好啦好啦 就好像被那种没有什么经验的小朋友追 但是你会觉得还蛮开心的 又笨笨的这样子 或者是说 就是你就觉得他很天真很可爱 那他是不是真心对你喜欢呢 从这边看出来是 我觉得他是啦 所以你也不用太 你也不用想太多 他就是单纯了一点 好你要说他笨也可以啦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好的那我们呢 接下来用这个 爱的虚语占卜卡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哦 好的那 怎么跟这个对方相处 我觉得这三张牌的讯息 是在告诉你 怎么跟这个 这个人相处哦 珍惜你爱的人 从内心深深疼爱别人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有时候我觉得你的 你在跟这个人互动的时候的角色 相对要包容一点啦 就是用一个比较疼爱他的方式去照顾他 我们在这张卡上面看到的 有点像是在带小孩一样 对 就是对方就 他真的没有什么感情经验 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 这代表他其实也 他其实在感情上可能也就是 还蛮深色的 这是一个优势啊 我觉得这还蛮好的 有时候面对一个感情状况 曾经很复杂的人 其实这也是一件蛮痛苦的事 也不能说痛苦啦 就是看每一个人啦 但是你如果面对到的是一个 感情经验太过复杂的人 有时候你也会觉得 更难摸透对方 但至少这样子的对象 你问的这个人 他是一个相对单纯的人 所以只要你好好疼爱他 他其实就会给你很多的一些 很可爱的回报哦 拥抱你的情绪感受 不要压抑你的感受 也不要批判自己的情绪 面对这种相对单纯的人 你就是把你真实的情绪告诉他 不开心就不开心 开心就开心 然后你要告诉他说 如果希望我开心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就是你也不用想太多 你想说什么 你想做什么 你就去跟他说 这样子会跟他有更好的一个沟通 选择爱 你永远都有选择权 可以决定自己该怎么做 有时候我知道 有些人在感情当中会觉得 我们先看对方做了些什么事情 然后我再去做一些反应 可是坦白说就是 在这段感情当中 就是面对他的时候 然后或许你还在考虑 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好 anyway 可是呢 你永远都有选择权 你可以选择决定自己该怎么做 就是你不用先等对方 做什么说什么 就是你想做什么说什么 你就去做你想做你想说的事情 我觉得主导权可以拉回你自己手上 因为面对这种没有感情经验 感情经验很薄弱的人的时候 如果你再把主控权交在他手上 你就会觉得这段感情永远就会 非常的有趣 但是 但是发展上可能就会 比较崎岖一点 他真的没什么经验 那你如果把控制权拿回到自己手上 去主导这段跟他的关系的话 我觉得你会比较快乐一点 就是至少你会往你想要的方向去发展 好不好 好 这是选择到天河时的朋友们 你们所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三号黑钥匙的朋友们 让我们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好 好 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 我觉得这个人跟你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人跟你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他的想法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前逼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了一张 宝剑三的正位 还有教皇牌的逆位哦 我觉得他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他是处在一个 他其实并没有想到 实质上跟谁展开感情的一个状态 然后 他其实内心那个时候 还是为了前一段感情 或者是他生活上的某些压力 感受到一个 非常强烈的难过跟不开心 我们这边看到 宝剑三跟前逼的逆位 其实都带有着强烈的讯息 就是在那个当下 就是他刚认识你的时候 他会觉得 他现在在感情这一块就是 他没有想要特别 开始一段感情 他只想要玩玩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教皇牌的逆位哦 简单来讲 他刚认识你的时候 他就真的不是认真的啦 就是 是没那么认真 但是 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你是一个 还不错的对象 最好我觉得 外表 就是整个你看起来就是他的菜 然后 他也觉得那就跟你聊聊好了 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啦 那可以玩玩就玩玩 我觉得他是他一开始的时候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他 目前的他 目前的他就变得比较矛盾一点 怎么说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第一张牌是 权杖九 权杖九正位代表着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之前那段感情 或之前他的一些伤痛 对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他现在对于感情这件事情 就是有非常高的防御性 他完全 就是很想要保护他自己 所以在感情方面上面 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他是一个走在 你看到权杖国王 不是权杖国王 权杖皇后 跟宝剑四位 你会觉得他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面 好像行动是蛮快速的 然后他也会 就是他知道怎么去 维持一段感情 然后 该明显的表现 他喜欢你 或者是他告诉你 他对你是有感觉的 这些话他都会说 也就是说 他在一段感情当中 他实际上是 一个相对 很清楚怎么去运作 或者是说 怎么样子的去 谈恋爱的一个人 所以 他也很有趣 他是一个蛮好玩的人 他知道该说什么话是对的 然后他也不会惹你生气 或者是就算惹你生气 他也很快可以去安抚你 他也会表现出 他对你是很喜欢的一个态度 可是呢 对他来说 他总是 你要他真心的去讲到说 他真的真的很爱你这件事情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的 一部分的成 一部分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他 我们这边看到权杖仪哦 他就是缺了一个往前进的动力 就是他没有办法 他还走不出某一些 让他很伤痛跟不开心的地方 然后我们这边看到 宝剑二的逆味 其实他在面对你的时候 我们这边还看到一张圣杯皇后 其实他在面对你的时候 他心里面其实不是没有爱的 他就是 就绝对是有喜欢你啦 可是有时候 我们讲到他的状况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他会去闪避某一些 能够去讲出 真心话的实际点 或者是说 当你问到某一些 比较真心话 比较深入的地方的时候 他就能闪就闪 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 好好地讲出 他内心的一个感觉 有些话 他就是还不敢跟你说 所以我觉得 在目前这段情况下 你会觉得 他可能不是真心的 也不是 就是他的一些 行为真的会让你觉得 他真的不够真心 那你说他是不是真心喜欢你 我觉得他是有喜欢你的 他现在就不像一开始 是想要玩玩啦 但是就是 他还没有办法 认真的去 看待跟你的关系 这是一件事情 好 未来之后 我们看到保健七的 逆威跟保健 骑士 其实这两张牌 代表一件事情是说 他之后会更清楚地去 跟你好好沟通 然后会把某一些 他藏在内心的感情 跟事情跟你说 我觉得最终的目的 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 审判牌 他其实真的是 想要跟你 好好的在一起 可是他自己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自己要面对的一些 心理障碍 心理问题 还有他要去 解决掉的一些心理压力 我觉得压力跟难过 是他过去 自己累积下来的事情 所以他自己会想要说 这么说好 他不是利用你去解决 这些心理压力 我觉得他的态度 比较偏向是 他想要跟你 好好的在一起 但是他需要一点时间 去解决掉他的 问题 所以会变成是说 如果你希望从他嘴巴里面 很真诚的听到 他很喜欢你 可能是要一段时间之后 审判牌代表 他还是会这样告诉你 只是你要他很清楚的 很明显的 让你觉得说 他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顾忌 没有任何隐藏 想要让你知道 他真的很爱你 但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精益 而且这个问题 是你没有办法帮忙他 他得要自己去解决 所以变成是说 你说他现在没有喜欢你吗 我觉得他有 那但是他的表现就很暧昧 而且他其实很保护他自己 所以会让你觉得说 他喜欢他自己 他爱他自己比爱你多 所以才会让你觉得说 他是不是不爱 但是我会觉得 我不能说他不爱你 或不喜欢你 就是他爱他自己比较多一点 那 是他没有那么爱你吗 好像也不是这样 但是就是 他爱自己比较多一点 目前的他就是这样 那 没有到不喜欢你 或者是骗你 没有 他对 他是喜欢你的 只是他爱自己更多 但是我觉得 未来的他是会有一些转变的 这些转变 我们从审判牌可以看到 但是 这个需要一段 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这个就要看你怎么跟他 去在一个感情上的互动 看能不能让这个时间变得 稍微快一点 好 我们这边用 爱的序语占卜卡 来占卜一下 这个就给你的讯息 好 我们看到的是 检视你的根本态度 你需要检视一下 你对爱是否坚定 有时候出现这张牌 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会觉得 这个宇宙是在告诉你 就是 其实你也要看看 你自己有没有真的很爱他 因为面对到一个 很保护自己的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会 体谅对方一下 就是他其实 也许受到的伤害 真的非常的重 所以他才会觉得 没有办法这么快的 去放下某一些心法 那如果你够爱他的话 就要看 就是你如果够喜欢他 够爱他的话 够坚定的话 可能就必须要等他 或者是需要做一些方式 让他放下心法 所以我们看到浪漫爱情 对你某位你钟情的对象 大方的表达关心 和爱意 我觉得这三张讯息 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对这份爱 对他很坚定的时候 你才要继续去做 这两个讯息 大方的表达 你对他的关心和爱 就是面对到这种 自我保护的人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主动一点 用比较浪漫的态度 去面对他 身体接触很重要 对某些人来说 没有一样东西 比温柔的肢体接触更重要 比如在对方需要的时候 给他轻拍他的背 或是给他一个拥抱 那只是一个举例啦 就是说 要拉近一些距离 让对方放下心法 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主动一点 然后和他有一些肢体接触的时候 他就比较能够放下 内心的一些恐慌 害怕跟压力 我觉得他有在努力 想要跟你 因为我们看到 审判牌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在努力 想要跟你 把这段关系搞好 可是他自己 其实真的有时候 对某一些事情 就是放不下 那这种情况下 变成是说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 做一些动作或行为 让他可以 把心里面的某一些 害怕跟恐惧给放下来 所以身体接触很重要 讲的是这个部分 那当然不是说 你要去跟他上床 然后这个另外一回事 就是有时候 表达一些朋友的关心 或是比朋友 更多一点的关心的时候 会有一些 你可以去 比如说摸摸他的手啊 或者是拍拍他的肩膀之类 就是接近一点 拉近一点距离 这个是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最基本的 你要检视你的根本态度 如果你根本态度就是 没有太没关系的话 那后面就不用做 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的话 你相对必须要付出多一点 才有办法去让他的心房给放下来 让他有比较多的一点安全感 否则你要等他搞定好自己 再来搞定跟你的关系 我看这个时间真的就会比较长一点 好 这是选择到黑钥匙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紫水晶的朋友们 让我们来看看 你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 我们来看这十二张牌 到底他是不是真心喜欢你的呢 从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想法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皇帝牌 还有这个 钱币石的逆位跟钱币奇的逆位 皇帝牌加上钱币石 还有钱币奇的话 其实这边讲到一件事情 又是目前 不是目前 对不起 他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以他自身为 就是他真的是很爱自己的人 然后这样讲会比较好一点 简单来说就是他以自己 他比较自我为中心一点 所以他会觉得 你是适合他的人 这么说会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有点像是国王在选飞一样 他就会觉得说 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很适合我的人 那我觉得你也不错 所以我们可以试看看 可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钱币石的逆位跟钱币奇的逆位 钱币奇的逆位代表着一件事情 钱币石跟钱币奇的逆位 代表着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只是一开始 就是想试看看而已 他并没有说 就是想要跟你有很长远的 很快速的一个 更多更深的一个发展性 有时候也不能说玩玩啦 就他觉得反正第一眼看到你 觉得你是一个还不错的对象 各种方面也不错 好像家事背景啊等等之类的 他也都还可以接受 然后他也觉得你是适合他的 就发展看看 所以他一开始对你是有 好就是喜欢就有点想法 那可以试看看 我觉得谈不上到爱的一个地 好那现在的他就 我觉得这个人个性有点特别 为什么呢 好我们这边看到恋人牌 恋人牌代表了一件事情 有些人会觉得说老师那看到恋人牌 就代表他一定很爱我啊 他他就是满满的爱度 对 这个我是打上一个问号 恋人牌呢 其实在这边我会觉得 他比较偏向是说 他觉得对跟你之间是可以朝向 谈恋爱的方向发展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就现在的他会觉得说好那我们两个就朝向一个恋爱的方向去发展 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抓不好一个和你之间的互动 我们这边看到劫之牌的另一位哦 劫之牌的另一位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其实 呃大家要先明白一件事情 感情呢 在恋人牌这张牌上面讲到一件事情 它是一个对等的一个情况 我们这边看到有没有 这个无论怎么看就是你会觉得这张牌 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对称的一个情况 其实谈恋爱就是这样子 任何一方比较吃亏或任何一方付出太多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感情往往会处在一个失衡的状况 失衡的状况感情其实相对就容易出问题 可是他抓不好 就是他这个人还是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皇帝牌 他还是先以自己为最基本的一个套粮啦 你要说他自私也好 你要说他是比较先想到他自己也好 他比较爱自己OK 所以你会发现他常常很多事情的出发点 是先想他自己的而不是先为你着想 所以你会觉得说 我们这边看到保健五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意思 就是他其实真的就比较在乎他自己 而且他不太在乎别人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他也没什么朋友 或者是说甚至于是如果你认识他交往过的对象 也许你就会知道说他真的是还蛮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下面看到的是钱币的侍卫 还有宝权三 还有这个圣杯的三的逆位 这两张三的逆位都在这里 这边讲到什么呢 我们这边说到他这个人 为什么说他个性比较奇妙一点 好了比较特殊一点 这个对象 你占卜的这个对象 其实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自己其实在感情这一块里面付出的真的不算多 钱币其实钱币侍卫代表他会付出 但是他付出的量真的 跟你付出的 其实真的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因为就光是钱币侍卫跟 其实致逆位就有很重大的一个讯息 就是你付出的可能远比他付出的多 就是面对和他一个互动的状态下的时候 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说 到底是 你到底有没有喜欢我 有喜欢我的话 你应该会有更多的行动啊 那他自己其实找不到一个 他其实在跟你相处的时候 第一就是 他虽然有想要往感情方面去发展 就是说我们要朝一个可以谈恋爱的方向去走 可是他自己其实有一种迷航的感觉 他自己都搞不太清楚 到底该往什么方向走 有时候我会觉得 特别是我们看到圣杯三逆位 跟权杖三逆位的情况下 我会觉得 他其实自己也搞不清楚 自己要的是手 还有一件事情是 这两张牌加在一起的时候 他其实很容易是 他不只有你一个对象 他还有投资在别人身上 从来讲投资就是比较 比较客气一点 然后那比较不客气一点 就是他也不是只有发展你一个对象 他其实同时也多方的去发展 这个多方发展的意思就是大家懂就好 总而言之就是呢 他也不是只有你一个啦 所以对他来说就是 我会觉得相对来说 你说他是不是真心喜欢你的 当然他有想要 他其实是有把你当作可以发展成 正式交往对象的一个人 但是呢 在目前的情况下 他除了爱自己比较多一点之外 他其实还是有在认识其他对象 好 那未来他到底会不会 让你明白的知道 他真心喜欢你的 答案就是偏向比较不会啦 我们看到女教皇正位 我们这边还看到审判牌的逆位 还有 前壁4的逆位 我觉得在未来 就是大概两三个月之后 他会很清楚的让你知道 他对你的感觉可能是 跟最近的天气一样 越来越冷 好了 这个占卜播出的时候 说不定天气也没这么冷 但无论如何 女教皇的正位 加上审判牌的这个 审判牌的这个逆位 他其实讲到一件很清楚的事情 就是他对你的感情热度 其实是会直线下降的 也就是他会越来越没那么喜欢你 然后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打算 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进化到什么地步 而且女教皇 传统上面来说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 冷静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越来越冷 就越来越会让你明显的感受到 他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爱你 而且你会 我们这边看到前B4的逆位 代表的一件事情是 讲的比较难听一点 就是他也不演 就是他之后两三个月后 就会除了态度越来越冷 但之外 也没有打算让你们的进度往前 所以在未来 我觉得他也不算是一个真心会喜欢你的对象 所以这目前的发展上面来说 我觉得至少 你会慢慢越来越清楚 他真的没有那么爱你 或者是说 对啦 他就不是真心爱你的 就我们今天的答案就可以相对比较清楚一点 但是他目前有打算 这是一个打算 我们看到猎人牌这是一个打算 可是他配的这五张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点 就是 有这个想法 但他的行动上就 很难让人觉得 他是真心想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他身上 这是你没有办法去调整的事情 除非去调整他的个性 但是 我真的觉得江山一感本性难以 千万不要觉得你可以改变 千万不要觉得你可以改变一个人 好不好 那我们这边呢 用爱的蓄与占卜卡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 我们看到这三张牌 我们讲到 我爱你 这句话非常重要 他有没有跟你说 他讲我爱你的时候 是不是用心的 还是随便敷衍的 你要想一下 然后 他有没有在对的时间 说这句话 其实有时候很多人觉得 讲我爱你 就是一件好像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有些人是讲不出口的哦 那 你就要稍微看一下 这个宇宙在提醒你的事情 就是 你有没有常常听到他 真心的告诉你这句话 你是不受局限的 认清这个真相 你可以做任何 你可以做任何 你决定要做的事情 其实有时候 有些人会觉得说 好像也认识一段时间 但我觉得好像离不开 但是其实 真的想走就可以走了 那 你事不受局限的 特别是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面对到的是一个 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人的时候 有些人会 会被说服 或者是说 好像 我没有他是不行的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你其实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爱原本的你 你是一个具备神性的美好人类 值得拥有生命 必须给你的一切美好事物 讲白一点就是 如果对方真的 没有对你这么的好的话 那你就要爱你自己 其实离开他 去找一个新的对象 也是一件 很好的事 我们这边看到这张图 这张卡上面 你会看到一条船 远远地开走 比如说我们在 看卡牌的时候 我们在读讯息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 这张牌 我们看到一只 会飞的独角兽 或者是 我们看到一条船 往前开走 其实他有讲到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如果我们面对到一个 真的没有那么爱我的人的时候 其实我除了爱自己的 我除了爱自己之外 我也需要让自己走到一个 走向一个 更好的一个方向 走向一个 更美好的未来 所以如果你是爱你自己的话 你就必须要了解到 在一段感情当中 我可以去享受一些美好的事 我想要享受的是 什么样子美好的事 我想要的是 怎么样的爱情 如果这个人 没有办法提供给我的话 那我其实应该是 把他放下去找 或者是说 去走向下一段 去找另外一个 可以带给我 我想要的美好事物 美好恋爱的神 而不是 把时间花在一个 没有办法 或者是 就是不要把时间 花在一个 不爱你的人身上 讲简单直接一点 就是这个样子 好吗 好 就是选择到 紫水晶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 占卜结果 今天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啰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